老公老公 十九两公 我跟华大妹定的 在这儿等她 哎呦我的妈呀 咱就不是去旅游吗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 你带这老鞋东西干啥呀 哎呀你看你说的 咱们出去好几天呀 不得多带点东西呀 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这次大米粒给咱买的 这是钱是风 给咱网购的 哎不对呀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里面管吃的吗 对呀 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 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你说你这人 说这啥话 哎你叫大伙看看你这造型 啊 不是 街坊里你们 你看我老公 眼睛大不大 肚子小不小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 不得了吃了 再说了 这些东西不光咱俩 还有人黄大妹子份的啊 黄大妹子 啊 我怎么他啥也不带就蹭咱们的呗 不是这黄大妹子 他家儿女双全的经济条件挺好 他也不差钱 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他不是抠门 这不以前吧 这不以前吧 他家条件稍微差点 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他是节了 我啥也没省下呀 哎 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 那就是老虎的饭量 皮修的消化系统 你给我拉倒吧 吃能吃多少啊 再说人家黄大妹子 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 知道不 还助许的钱 她要不承担助许 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那我告诉你啊 咱们既然出去了 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 你别老赶他整事啊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还就那么一说 你这么的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合理分配咋分配 这么的 吃我拿 这个你呗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 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 太尖了 你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你搞什么事情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我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拿 这吃的你拿 这吃的 大伙知道不 一边走一边吃 越吃越吃 这个大包 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 找不到我还得背一回来 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 你不知道我啥人呢 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 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啊 吃 哎呀我的老公呢 我这辈子嫁给你 好好幸福哟 你看我这老伴吧 平时看着虎被羞咬的 这牙一头还冲到 他想点一人呢 你说啥 行你看看你挺大伙的 你要亲我一个这些东西 我替你背着 一边哪一个 那我亲你一个 滚犊子 阿姨呀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不是说你 他不是说你 他说我是 你是毒 不是 你这也不像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 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你又有点正成吧 快点来 分东西分东西 阿姨这么多好吃的 这是大米粒啊 再来吃的 这份是你的 你看你看 这是那个欠视Pre판 你说我这跟大哥 爸嫂出门啊 梅违都给我带好吃的 长 came我都不好意思了 应该 这回我也带一份 咱们哪也AA一回 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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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你看 carbohydrate 全是进口的 是进口的 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啥敷脸呢 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你是不是有啥事 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哎呀大哥大嫂 在你们眼里 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哦 节俭 你们一贯作风 都已经随入这心了 今天两个地方这么一场了 有点接受不了 平时我甚至节俭 不过今天 伙伴们的友谊小船 能够乘风破浪 永远不翻 我出把戏 啊 你这哪是出血呀 我看你这是怪血肠啊你 这玩意儿总不少钱吧 哎呀 二十多块呢 心里头有两小时 哎呀老头 不是 你这嘴咋这么沉呢 不是 吃什么 你也吃一口 我不吃 一会儿他好鬼了 你就吃不着了 哎呀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 你也奶奶 你们干啥呢 小船咋来了呢 哎呀我的妈呀 挺浪漫呢 离家不到二十米 搁这玩春油呢 哈哈哈哈 啊 真小 有话就说 别动手 行行行 哎呀 这也太丰盛了 吃的挺富豪啊 吃的 那还咋说话呢 这都是进口的 哪吐官 不吐不吐 这都是谁买的呀 黄奶奶买的 哈哈哈哈 黄奶奶 哎 你买的呀 啊 哈哈 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滚犊子 谁纳米也存折了 他说你是啥玩意 别的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哈哈哈哈 那我说 赞爷爷啊 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 他什么这么花吗 你拉着 你拉着 什么爷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 你给我来一套 拿着钱来 啥意思 小小费啊 啥点小费 全款 十五块钱你要带啥呀 带点大菜呀 不是你那地方大菜咋那么贵 什么话就十五块 人家那一大堆才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只能买一样 老奶奶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我跟你说 整老就是过七的 过七的啊 这不是那件事情吗 这不过七 这没用啊 那那就是假的 这些东西全不能吃啊 不是 不是 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你想要啥样的 你都知道啥样的 算中毒 拱中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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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中毒 有那么邪乎吗 你别瞎了 黄奶奶 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 轻的翻白眼 重的直接就翻篇了 很遗憾我跟你说 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黄奶奶 千万不能吃啊 为了我爷爷的幸福 你要吃完之后 我爷爷后半生 指定是打光棍了 赶紧打听会儿 不能跟他买的 是吗 真的想什么 哎哎 儿子 那啥 你买这东西 有不少人想打听 在哪儿买的 能找着那家不 是实体店哪 实体店就好 哎呀 太好了 二十块钱也能找回来 什么二十块钱呢 这家十倍罚款 十倍 二百呀 二百 二百能行吗 最低两千 你真好 你呀 儿子 那实体店在哪儿啊 大米粒超市 啊 哎呀 我的妈呀 不可能不可能啊 只要是假货 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 他就得负责 大米粒 不用 大米粒 哎呀 老大大师 你让我家里 弄你皇帝啊 出来 爸 干嘛呀 爸呀 你瞄嘴呢 哎呀 干嘛呀 爸呀 什么玩意干啥呀 你咋还不走呢 你们 我走往哪儿走 我这火没发出去 我就不走 咋 咋 我问你点事 啊 你皇姨他儿子 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对呀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对 你好好看看 这个 对呀 是我那儿的 那就行了 怎么了 给你皇姨二百块钱 哎呀 不要 我也没带钱呢 没带钱 我给你垫上啊 我告诉你这钱 我给你垫的啊 你得还我少一份都不好使 你拿着 不是 你大哥这干啥呢 这钱我能要吗 这成傻身呢 爸这这是咋的了呀 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 啊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 都是真的 谁说是假的呀 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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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欠 看不着 你这么一大驼子站着 你给我过来 你看看 你说是假的是吧 我告诉你 你不过拿点证据来 你看我怎么识着你 大姑 这还要证据吗 二十块钱买一堆 不是假的是什么 二十 这一堆五百多呢 啊 五百 五百 我跟你说 我就说嘛 假的 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对啊 嘴下留情吧 大哥 大米粒啊 啊 你能不能 给阿姨退了 你黄姨啊 那都拆分了 怎么退啊 这拆分 你爸和你妈吃 你没看他还吃呢 吗 那啥 这二百块钱 我就收起来了 你那黄姨啊 你大夫一回 也没大夫到正地方 很像关血肠的 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哎呀 这哪是关血肠的 这是要我命的 哎呀 别着急 别着急 那啥 我问我儿子 到底咋回事 你整理 儿子 你买的东西 真挺好吃 你没看你老范大叔 那吃的根嘎的 不过呢 有人想买 给我二十块钱 买不来呀 你拿我当傻子 我都知道是五百块钱 你给我说清楚 咋回事 妈 您为了我呀 姐姐了一辈子了 没吃过好的 也没用过过好的 现在儿子长大了 能赚钱了 我呀 就是想提升下 您的生活品质 我说都花钱了 就怕您使不得 所以就杀了一个小伙 儿子 五百块钱的事 回来跟你算账 这还算啥账呀 有这么好的儿子 你就偷着乐趣吧 既然儿子这么孝顺 你就听他一句话 好好地享受几天生活吧 对呀 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 现在生活好了 啥也不缺了 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了 好好安排安排 哎呀妈呀 啊 哎呀 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 说三十晚上一许 那是你骗我的啊 让他别去了 让他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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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大哥 啊 大嫂 咱都这岁数了 既然孩子孝顺咱 咱们也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把生活 今天呢 我喝出去了 灌把血肠 邻里相亲呗 商务套房 一许三十块钱 有趣的呗 有 我请客 不怕 走 别打开 送给呗 一块 三块 一块 你带点 有 你用一块 谢谢